反送中運動持續3個月 超過1200人被捕 100多人被起訴暴動罪 不少示威者被打傷 香港法律界選委 律師黃國彤擔憂 警權過大 作為近百名義務律師之一 黃國彤律師過去數月 奔走於協助大批被捕的年輕示威者 8月11日和8月31日被捕的數十名示威者 被送到靠近邊境的新屋領居留所 很多人被打傷 我們以前不會去的 也都想不到的 受傷者 去到有些自己去醫院來講 我也都去過醫院 見一些傷者 傷得很緊要 背後很多條棍的人 你看得出是棍的人 很多條 不是一條 在中共和港府的縱容下 香港警隊被拼難權 難報 難捕 社會民怨沸騰 黃國彤擔憂 香港已變警察國家 為何現在的警員 他的拘捕人 他沒有號碼的 不需要出示委任證 所有這些一切來講 是不是我們的政府 給個暗示他 或者直接給個名示他 或者給他指令他 即是你盡量去做吧 你不用擔心有什麼責任的 沒有監管的機制 香港會變成什麼呢 他警告 涉事的警察或已經干犯 酷刑罪及反人類罪 未來會面臨審判 新唐人記者梁珍 黃曉祥 宋碧龍 香港報導 新唐人記者梁珍 黃曉祥 宋碧龍 香港報導 能核型通り 與食王相關に作到